我們就開始上課吧 首先今天要講的希望大家上次都還記得上次講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可以繼續講下去關於上次講到非常基本的neural network的架構 還有裡面所有的位置是怎麼傳遞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上次有問到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其實有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其實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率的去找那個solution 上次有講我們就會用一些gradient design的方法 去optimize我們的cause function或者是objective function 來尋找我們最好的那一個f.start 那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在neural network裡面有效率計算optimize的那一個function的方法 那我們會叫它badpropagation 那先複習一下上次講的內容 你眼睛完全忘記了 當時我們有講到數個notation 不知道大家還聽不懂 那在講notation的時候 雖然定義有點複雜 但實際上他們的概念都是非常簡單的 也非常直覺 那要大家複習一下就是a就是一個neuron它的output 就是ali 那l意思就是dl個layer 那i就是dl個layer的那第i個neuron 那我們就會把它想成是一整個layer它就是一個vactor 那一樣a是neuron的output 那它在經過output 經過這個neuron之前會是一個z 這個z的值它是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數值 所以它跟a的差別就只有它是activation之前的那個input 所以我們叫它z 一樣一整層的話就是一個z的vactor 那w的話是每一層之間weight傳遞的那一個 每一個edge上面的weight 那因為它是dl層跟dl加1層 它們可能有不同數量的neuron 所以它整個的weight的數量其實就是dl層的note乘上d 所以l加1層的note 那所以總共的數值它其實是n的l乘上n的l加1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想成是一個metric 所以這邊是一個metric 那前面是一個vector 那b的話就是一個bias 就是比較單純 所以bias也是一個vector ok 所以l也一樣就是代表那個layer 所以這邊複習一下上次講過的notation 那待會會一直使用到 所以你要記住這些它基本的定義 ok 好 那我們再回覆一下 上次我們其實有講說 我們的每一層跟每一層output之間的關係 我們先從a到z 我們看前一層的a到下面一層的z 它是經過了怎麼樣的weight之間的傳遞 從這邊到這邊 上次其實我們講了嘛 因為a怎麼變成d的 它其實就是乘上它對應的那一個weight 所以裡面對應的那一個neuron a會乘上它連接到的那一個age上面的weight 可能就是wlij 然後再把它weighted上加攏起來 會是下一個layer它的第一個neuron它的leaf 的數字 所以它們是一個weighted上的關係 所以像是我們也講的這一塊 所以我們會知道它可以簡單的把它寫成 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把每一層的 每一層layer的數值把它想成是一個vector 它中間weight传遞想成是一個metric 所以因為我們沒學過線性代數 所以它是不是就可以化解成w這個大metric 乘上前一層的這個a的數值 所以你看上面的這一段 你就可以發現它其實就會是這邊的這個role 乘上這邊的column 所以它其實就會是b行它所得到的這個le的這個數值 那後面因為我們weighted上之後 我們還會加上一個bias 所以後面還會加上一個b的這個vector 所以a到v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形式來去想像 那這樣子的想像其實也蠻簡單的 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講一個neuron的時候 然後a其實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 就等於是前面一層進來的這個input 就是這個neuron的input 那它當然是乘上一個w經過一個weighted上 然後加上b 然後會變成下一個會變成還沒有經過 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那個weighted上的那個數值 就是z 所以雖然現在我們衍生到vector跟metric的level 但是它其實是跟原本就算只有數值相乘 它們肌線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一邊 因為我們現在到z了 d在同一層它要到a 它們肌線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所以它是在同一層都是在l這個layer 它從z到a 剛剛也講了a其實跟z的關係 其實就只有它有沒有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 因為l其實引起weighted上之後的結果 所以它們的之間關係就非常的單純的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寫成vector也是一樣 就會是al會是zl然後再放入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沒有任何複雜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relation它寫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z帶進去 所以我們會知道前一層跟後一層 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的那兩個value之間的關係 就是乘上5weight再加上vias 放進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這其實就跟金工Nuron做的事情非常的相似 其實現在是一整層layer多的事情 在這邊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乘上位然後再加上vias 會變成下一個時間點 它的那個layerL它整個vector 所以如果現在是一個非常多層的network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關係 就可以把它寫成第一層 是不是就會變成前面的input 然後一開始的x乘上w1加上b 放進activation function 那a2就會是前一層的a1乘上w2 就是第二層的它整個的weight 然後再加上b 就是這邊的weight 那以此類推 我們最後會變成我們的output 所以我們可以把y 一個非常複雜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裡面其實就跟前面 剛剛那樣推導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 從一開始的x出來 它乘上第一層的weight 加上vias 放進activation function 再乘上第二層的weight 放進vias 加上activation function 一次類推一直乘L次 做L層這樣的動作 就是你有放了多少個layer 就是做了多少次乘上weight這個動作 好 創作者也一直有講到這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我們定義了一個loss function 來訓練我們的模型 所以這邊training data 什麼叫做training training的意思就是 基於我們現在的function的hypersons 也就是我們的model 裡面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個可能的function 那這些function其實是不是就是 剛剛那一個式子裡面定義出來 我給它一次不同參數的value 它可能就會定義出一個新的function 所以我們有無幾 無窮多個可能的value assignment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能有非常多個function 那我們希望能夠根據training data 找出最好的這個function 也就是最好的parameter的assignment 所以它會滿足 可能是滿足這樣子的定義 就是我們找出的這個function 它把現在這個training data的input放進去 會跟我predict出來的y 會跟原本的y應該要很接近才對 這就是一個好的function 這邊這個yhat就是我們在training data裡面看到x放進去 y它的output 那這邊這個左半邊的這個function 就是我們選出來這個function 在現在這樣子的x output出來的value 我們希望這兩者應該會非常的像 這就叫做一個比較好的function 所以它可能之間的distance可能就會趨近於0 如果它們之間很接近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用這樣的概念去定義各式各樣不同長相 loss function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的loss function可能就會是把他們的distance 全部的distance組合在一起 因為你總共有k一個不同的training sample 我就把k一個正確答案 跟我現在predict出來之間相減的平方 也就是他們distance 就是我們的error 把k一個sample的error全部加在一起 我希望這個loss function可以定義出 當我的function越好的時候 這一個loss output出來的數值應該會越低 因為loss function定義就是評估一個function有多差 所以我希望這個loss function的數值越低 代表我的function是越好的 好到這邊是複習上次的東西 應該都還沒有 上次其實又這樣 什麼叫做radian descent radian descent就是我要在這個式子裡面 找尋一組w跟b的assignment的方式 所以我們的ceta就是我們的model的parameter 裡面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數值 所以每一個vap每一個變數都可以assign一個數值給他 所以我們希望找一組ceta 把這邊的所有變數全部assign上固定的數值 我們就可以定義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找這個function的方式就是用gradient 上次有講這個algorithm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從任何一個ceta開始 隨便從一個ceta開始 然後我們要對於裡面的每一個變數去算它的gradient 然後經過這個規定也就是它的微分的方向 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個參數它應該要往數值比較大的地方移動 還是往數值比較小的地方移動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調整裡面所有的weights 跟所有bias它下一步的數值 所以我們要計算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要計算我們的loss function 對於裡面每一個所有的參數偏為分厚的結果 所以上次有提到這件事情其實很麻煩 在一個很簡單的case下面 就算只有三個參數裡面兩位的一個bias 我光要算這一件gradient descent 我就要去對三個不同的變數做編為分 那上次希望大家回去有看一下那篇微分的詳細推導過程 那看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喔其實是沒有到非常複雜 但是其實也蠻麻煩的 所以你光一次的iteration 你要update你的ceta 你就需要計算現在這三個數值 也就是像是推導計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對於每一個變數 了解它要往哪一個方向移動 我們就要對這一個變數進行編為分 那每一次編為分其實耗費的cost其實都蠻大的 而且實際上我們的case不會這麼簡單 不會只有三個參數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當我們有非常多的參數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expensive 比如說我們如果現在這個ceta裡面這個參數的量 其實有可能是million per meter 所以你要怎麼有效率的把這個計算出來 這件事現在就變成不是那麼直覺的 你沒有辦法完全是用像你原本一樣推導方式用算的 就算對機器來講直接叫它去算 每一個時間點都要算這麼多個偏微分 其實也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也是非常耗費時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有效率的計算方式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有效率的計算方式 大家叫它back propagation 好 待會你就會了解為什麼它叫做back propagation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forward跟backward的意思 在一個neural network裡面它是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一般的weight之間的移動 其實你的想像都是forward propagation 因為我們的想像都是從input x開始 所以x這個數值的information它會乘上這個weight到下一層 再乘上這個weight它會到下一層 一直往後移動直到最後的y 所以你的weight 你的information其實是從前面往後移動 所以這叫做forward 其實你都是往前移動 順著這個箭頭的方向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forward propagation 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一直從input開始 我從input開始 然後我一直順著箭頭往前移動 最後會產生這個y 所以產生這個y以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計算我cost function裡面的數值 因為cost function是根據你credit出來的y 跟真正的y之間差距來定義的嗎 所以這樣子的方向跟箭頭 它之間流動的方向一樣 這樣叫做forward propagation 那什麼叫做backward呢 那不明示意它就是要反過來 但是反過來你其實在思考上會覺得有點 有一點點的奇怪 它的概念是說我的information要跟前面是不一樣的 我的information是要從尾端一直逆向這一個中間weight流動的方向 然後傳到最前面 它的概念是我現在原本information是從左到右流動 但我現在去計算一個歸點 它這個歸點因為我要計算偏微分 這個偏微分的資訊 可以從最右邊一直傳傳傳傳回來 傳到最左邊 所以這樣子的傳回來的概念 因為我們要計算的是微分的概念 這樣子的技術是可以任何方選詞都使用 就是我只要從最後面把歸點計算出來 這個歸前一層歸點的資訊 可以從後面這歸點資訊一路傳回來 這概念其實有一點點像dynamic programming 就是你原本希望計算的是最後 就是某一個數值就是方選要code 這個n是比較大的數值 但你現在為了要有效率的計算 你就從1-n來繼續把n這個數值填出來 但原本你可能是會用n 然後進去code數的function 然後recursive的算下去 但如果有效率的計算的話 它可能是可以從前面點過來 但你有一點點像 所以就像是我們想要每一層都要計算它的歸點 我可以從最右邊的歸點開始 就是一路轉回來 那這邊只是一個概念 待會會講說 為什麼會對每一層的歸點有興趣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目的其實要算的是 那個code function 對於任何一個變數它的偏微分嘛 但這跟每一層之間的歸點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待會就會詳細的講 這就是一個概念 主要就是讓你們知道你們想像的時候 就是你的information要從後面傳回來 所以它才會叫做backward 就是backprologation 好 那這裡會用到這個 會想到這個方式 主要都是因為這個連鎖率 就是chain row 大家應該是對這個row應該非常熟悉 因為它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的information如果是從 我如果定義W X會是一個W的function Y會是一個X的function Z會是一個Y的function 像右邊這樣子 我如果微微的動了一下W 是不是X就會相對有改變 然後Y也會相對有改變 Z也會相對有改變 隨便叫做連鎖率嘛 所以如果我們要從Z對W去做偏微分的話 我們要考慮中間的這一些關係 就像是這樣子 Z對W做偏微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拆解成 Z先對Y微分 Y再對Z為X微分 X再對W微分 這裡非常直覺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展開變成這樣子 這邊應該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前面就是Z要對Y去做微分 但因為Y它是W放進這個function 再放進這個function裡面的數值 所以它就這樣子 那一直類推 所以這三個個別的數值 我們要怎麼去算它 那這邊就是後面就會一直應用到這裡的概念 因為我們的information 原本是從forward的話 就是從W一直改變到Z 但現在如果我們用backward 我們可以從Z往回推 推回W 所以我現在有興趣的就會是 在每一層尖微分的數值 OK 像這邊 這一個 對應的就是這一層的規點 這裡對應的就會是這一層的規點 這裡對應的就是這一層的規點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它變成這三層 個別的規點去做information的計算 所以 從wait從這邊到這邊中間這邊 我們等於是像是在算它的cost 但是如果從這邊推回來 其實就是在算它規點 但是它是back propagate回來的規點 好那我們再仔細回到剛剛我們的那個問題 再去看一下 我們要算的是這一個 假設是我們現在要算的就是 我們的cost function 對於某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假設說是WL IJ好了 就是第L乘的 第J一個node 到第I一個node的位 要對它偏微分 這個要怎麼算 好那我們就仔細來看一下 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算的現在是這個 經過剛剛的那個train rule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為什麼呢 你想仔細想一下 因為W是不是會經過 會跟D有關 因為D會是W乘上A 微鐵上的順直 所以D會是一個跟W有關的function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就是先讓我們的cost function 對Z去做偏微 Z再對W做偏微 因為D跟W的關係 就是D會是W W會是Z function裡面的一個變數 OK D跟W的關係應該很好去考 因為D就是A乘上WiJ 然後Waited上以後 再加上V就會變成V 所以我對WiJ做偏微的話 我可以先對Z做偏微 Z再對W做偏微 對這是train rule 那我們先想一下 後面這一個怎麼算 後面這個 剛剛我講了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就是 這是Z它的定義 Z的定義是不是就是 前面這一個時間點 前面這一個layer 它的output 就是A乘上這一個weighted sound 加上B會變成這個Z 所以Z跟W這件關係 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它其實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要算 Z對W的偏微分 就是ZLI對WLiJ的偏微分 是不是其實就是 這一個乘過來的這個係數 所以這裡非常直覺 非常容易 如果我要算這個Z對 這一個WiJ的偏微分 我們要找的其實就是 這一個J 它output的這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的 這個value 就是A L-1 對 這邊有問題嗎 那這邊我們是指 看L-1乘 到第L乘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要限定 L是大於1的 不然前面就不會有node 那如果是L等於1的情況呢 那其實更簡單 L等於1的情況 前面因為沒有neuron 所以前面其實就是一開始的X 就是我的input 那一樣B跟X之間關係 是不是就是乘上位加上bias 所以如果我們要找 D-1 I 對 W-1 I-J 的偏微分 我們一樣就是把這一個對應 這一個dimension的那一個 axis 的value 拿出來 就變成是我們偏微分的數值了 所以剛剛這一個式子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算的 經過春弱之後 後面的這一項 其實蠻簡單的 後面這一項就是這樣 這一項就會是 如果L是1的情況下 它其實就是一開始input 然後dim是J的那一個dim的數值 那如果是大於1的其他layer 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那個neuron它output的 那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output的那一個數值 一樣是對應J的那一個node 所以這邊這一塊很簡單 但它其實就是後面這個數值而已 那前面這個怎麼算 前面這個其實比較麻煩一點點 首先我們先仔細的看一下 前面這個東西是什麼 前面這個東西它是我的cost function 對於z的偏微分 好 那這個時候為了方便表示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這樣 我們就把這一個cost function 對於L乘的這個z 做偏微分的式子寫成是 所以這個它其實就是我們剛剛一起講到的gradient 我們利用這個gradient來算層跟層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邊我們現在先定我們定義了 ZL它就是第L乘的那一個 第1個node它的z 我們現在就定義 現在你所有的cost function對於這一層的z去做偏微分 我們就叫它是gradient 這是我們一開始先定義 這樣之後比較好判斷 好去看它們之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就寫這樣就會有點醜 對 那它其實就是gradient的意思 因為我們就是cost function對於現在這個z它變動的關係 所以我們中間其實就會有很多個diota的定義 那diotaL就會定義 第L乘它的第一個node 第二個node 第三個node 第i個node 所以每一層都會有它對應的diota 所以就是這一個 好 那我們現在這件事情要有效率的計算 概念上就是我們要根據 framework propagation它的概念 從最後面的這一個gradient 一路推到前面 這樣子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直接去思考中間這一層 中間的這一個 diotaL加1怎麼算 你其實沒有任何想法 因為你不知道這一個 要傳到中間這裡 到底是要經過多少的relation 多少的function 那這有效率的方式 但是先從只需要經過一次relation的那一層 歸點開始計算 然後一路推算回來 對吧 這很直覺 因為這邊你的關聯帶入了太多的function 我們很難計算 但是我們如果這邊只有一個function的關係 我們很好計算出來 那下一個只有兩個function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從一個function的關係 推到兩個function 那依次類推 所以後面就會比較容易計算 所以我的計算方式應該要從後面到前面 所以想法就是 我要先從 diota大L 然後一路往前 算到diotaE 這邊要思考一下 因為這邊其實沒有非常的急決 主要就是我們想要計算這個數值 但這個數值在所有的L都要計算 就是每一層都要計算它的這一個歸點 但是中間一層我要怎麼去計算最後面的這個cost 會對於中間這一層數值變化它的關係呢 我其實是很難計算的 因為它中間會經過太多次的relation 就是太多次後面的function 所以因為我每一層都要計算 所以我乾脆就從最後面這一層也就是最好計算 只有一層關係的開始 然後一路算回來 這樣我在計算上是最有效率的 好 那剛剛我說我就把這個式子 定義成是diota 那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現在這個delta 它是在第大L層 也就是最後一層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先從第L層initialize 然後推到前一層的時候 根據後面這一層計算出來的結果 來推前一層呢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 第L層會長什麼樣子 第L層不明思義就是我們的cost function 對於第L層的這個例去做偏微分 D還記得是什麼嗎 D是還沒有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數值 所以你放進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會變成A 這裡應該是還記得 因為A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的意思 那因為它是最後一層了 所以放入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 它其實就會變成我們的y 因為這是最後一層 就是最後那個note 出去是不是就變成y的那個維度 代表的那個數值 所以是yi 所以ali跟yi其實是一樣的 好 那yi它其實就會對我們的cost function造成影響 因為我們的cost function的定義 比如說剛剛的例子可能是 我希望我predict出來的y 就是這邊這個y 我這個function input 經過現在說的input 我產生出來的這個output 就是y predict the y 其實要跟我真實的y很接近 然後定義在我的cost function裡面 那我這個y如果變動 我predict y變動的話 是不是就會造成我最後cost function變動 如果我predict的越好 cost function不是應該要下降才對嗎 我predict如果變差了 cost function也應該要上升才對 所以它會隨著我的變動而改變 它也會是 我也是c這個function裡面的一個變數 好 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再度利用train rule寫成這樣子 這裡就只是我這個cost 先對這個y去做偏尾分 然後這個y 這個y不就是等於這個a嗎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再對這個利去做偏尾分 就是我一開始想要計算的這個東西 就是在最後一層的情況下 好 那前面這一個東西 其實完全是看我loss function怎麼定義 所以這邊其實很簡單 只要看你loss function它是 比如說是y hat減掉y 然後平方合 那可能這樣算出來 你就把對應y的那一個前面的係數拿出來其實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平方的話 那你就是2的多少這樣 所以這完全是看你的loss function怎麼定義 所以這一個是 但是這一個部分 但是蠻簡單的 應該很容易就可以解出來 好 那後面這一個東西是什麼 後面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想像我們這個y是什麼 就是a嘛 就是最後一層的這個a 最後一層的a 其實其實就是 這一個z放入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的結果 那我們的activation function如果是 之前常舉例的像sigmoid長這樣子 那我要在這裡對於z去做偏微分的話 其實就是在這邊算這個邪率嘛 所以就只是把我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去做偏微分而已 所以你的偏微分不一定是 你的activation function不一定要 一定要當sigmoid的樣子 任何樣子其實都可以 但其實就是這一個直接做偏微分 所以它就會寫成這樣子 因為這是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value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一整個vector的話 它其實就是每一圍都做偏微分 那右邊的這個就會是你的cost function 對於y的每一圍去做偏微分的結果 那這個是根據你loss function的定義 來決定它的數值 這個其實也是根據你activation function的定義來決定 但這邊其實都會很好計算 因為這個function其實不會太有太複雜 它就是只有一層的關係而已 所以寫出來這算寫起來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實際上最後一層的數值 其實就只是我們activation function 微分之後的結果 還有你cost function對於y 它們之間微分後的結果而已 那把它一直這樣呈起來 所以這是最後一層喔 因為最後一層比較單純嘛 沒有經過那麼多的微微分 所以我們可以把最後一層的這一個 post function對於z的微分算出來 接下來這裡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我們算出了最後一層的delta 那我們要其他層的delta要怎麼算 其他層就比較麻煩嘛 那剛剛有說我們的概念就是 希望能夠從後面已經算好的層數 來倒推前面這一層應該要有的數值 所以就有點像在那裡頭關你的方式 好那這怎麼算呢 我們先想像一下 這邊的這個delta 它是不是跟z是有關的 所以你再回覆一下原本我們network的架構 v經過一點點改變的時候 它其實會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 會影響a a就會改變 那a是不是會經過下一層 然後傳到後面的每一個不同的node上面 造成後面的每一個node 它的z的數字會變動 這就是下一層的那些node 然後在傳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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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了 不到多少層以後 最後會造成cos function會有變動 cos function會變動的原因是因為 我中間z變動了之後 我最後preg出來的y是不是就不同了 所以就會造成cos function會變動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算這個的原因 因為我們會知道b會對最後的cos function有影響 讓它們的關係會有點像是這樣 先影響a 然後再影響下面每一層下面這一層的所有的力 然後一直傳下去再影響到最後面的c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diota是不是定義成這樣 根據上面這個圖 這邊很特殊 它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某一看會覺得 天哪也太複雜了不知道在寫什麼 你仔細看其實沒有很複雜 它就是這一個圖而已 你看它是做什麼事情 它這邊就是算c對前一層的這個d去做編為分 不管中間這邊怎麼來的我都不care 反正我care的就是它對它編為分的結果 那它因為是它的function d會是dli加e會是ali的function 所以d還會再對a去做一次偏為分 那這個a因為我現在這一層的d會影響我現在這一層的a 所以我還要再做一次偏為分這個是train rule 然後中間我傳遞下去有可能會有k個可能的note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information全部加動起來 這裡很複雜喔 但是你要記得這個圖 你會覺得其實想法算是蠻簡單的 所以我要怎麼從l加e乘的deauta 推到第l乘的deauta 就是我想要從l加e乘的z 的information 推到我要怎麼產生第l乘的z 所以它們之間變動關係 我不管它是怎麼推到這裡的 這邊的deauta其實就是 這邊的information就是dl加e 然後我知道了這個之後 我是不是還要train rule 回來再回來 所以再乘上這兩個 那因為這邊有非常多個可能的pass 所以我所有pass的數值要dimension起來 就是下面的 好 所以如果這個式子沒問題的話 這邊就只是把它跟k無關的把它提出來而已 所以它們之間的關係 物理上的意義再想一次 就是我現在這個c 對於他作片微分 其實可以把它拆解成c 先對其中一條pass的d 提多片微分 然後再乘上它們之間的train rule的關係 那因為每一條pass都有可能 所以把它全部的information summation起來 就像是歸典從不同pass傳回來一樣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剛剛說了嘛 它就是前一層的 Diota 對不對 對不對 前一層的Diota 好 所以它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簡化成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多簡化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就可以把它帶入成DiotaL加1 好 那剩下的這兩個東西又是什麼 這一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 就是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嘛 D跟A的關係不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嗎 所以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出過微分而已 所以這邊就直接變成這樣 好 那現在 在DiotaL加1 K 對ali 偏微分之後的結果是 我們要回憶一下 它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D B 跟A 跟A 它們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是 A是乘上一個weighted sum 加上bias 是不是就會等於Di 所以這個Di 跟A之間的關係 它對它偏微分 不就會是這個weight嗎 對吧 因為A乘上weight加b 是不是就會是Z 加一層的V 所以現在Z如果要對A做偏微分 它其實就是有經過的那一個 剛好連接這一個node它的那個weight 所以它其實就會變成這樣子 DL加1乘Di個node到Dj個node的這一個weight 所以這個式子定義了什麼 這個式子定義了從DL加1乘的規定 到DL乘的規定 它們之間的關係 它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重新想一下 它們之間的關係長這樣 你一開始會覺得有點難記 但其實不會 你把它想成是 後面這一層的規定 是不是一樣 乘上一個weight 然後summention起來 只是現在沒有放進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 但它乘上了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的微分 就會變成前一層的規定 所以原本我們是在算這一層到這一層 然後用depth propagation的方式來算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這邊這一個規定 全部會乘上這邊有相對應的這個weight 只是在多層上這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微分的這個constant的數值而已 然後就會得到前一層的output 所以原本雖然是information都是往右傳 然後我們推推推推推推推 推成back propagation 但是這個式子它其實也符合我們用同樣的weight去看待 從規定傳回來 只是我們過程上一個constant數值而已 然後推得到前一層它的規定數值 所以蠻神奇的 所以現在有講得比較清楚嗎 我們如果要對每一層都要算出它的規定 我們可以先從最右邊那一層開始算 然後一步一步往前推 那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感覺很像是 後面已經算出來的這一層數值 乘上weighted sum 再乘上這個數值 就會得到前一步的某一個note之間的規定 所以如果是一整個來看 它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vector的關係 帶入這個vector的關係它其實會長成這樣子 某一看會覺得很複雜 但其實就是後一層的gradient乘上現在這一個weight 就是這個weight metric 那transpose 然後在乘上這個concent 這個concent其實就是你的activation function 微分之後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前面的這一項也算出來了 經過了如此大的功夫之後 我們其實就是在算這一項 要回憶一下 算這項到底是要幹嘛的 這一項跟這一項的組合 會變成我們原本真正想算的這一個數值 好 所以前面這一項在做的事情就是 一路從最後面算出大L層的這個delta 然後往前算一直往前推推推推推到第一層的delta 好 那恢復一下記憶 後面這一項很簡單嘛 剛剛我們一開始就算過了 就是長這樣子 P對W的偏微分會是它對應的那個A 或者是D層的話就會是那個維度它的那個x的input 那前面這一項是剛剛那個複雜的東西算出來的 那後面這一項我們在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用一個forward path的方式來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只要算D對W的偏微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算每一個對應的x 還要再算每一個對應的a 那每一個對應的a算的方式 是因為它會跟例有關 那例又會跟前面的x相關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從x開始算 從x開始之後一步一步往後推 好 剛剛的是Favor Pass 就是後面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的算法是從 x開始 然後一步一步往後算出v再算出a 那前面這一項 剛剛的複雜的這個delta 我們剛剛算出來他們的關係長這樣 就是剛剛算出來的關係 那這邊 這裡叫做backward path 因為我們要算出所有的delta 是不是要從最後面的這個delta大L 開始算 然後一路算回去前面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不同L的delta 全部算出來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全部都算出來 並且用有效率的方式算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裡面的每一個這個參數都要去算它的規定 我們如果現在先用Favor Pass跟Favor Pass把這邊的數值全部算出來 所以當我每一次跟你講說 我現在需要哪一個規定 你就只需要把對應的這個數值 從Favor Pass拿出來 後面的對應的數值從Favor Pass拿出來 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在這一塊再重複一次 就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我們到底在算什麼 我們在算的就是我們要怎麼做optimization 就是要算一開始的Post Function 對於每一個可能的參數進行天為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拆解成兩塊 一塊用Favor Pass來算 一塊用Favor Pass來算 因為所有的WLiJ我們都要算這個數值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全部的Information都先計算好 我們之後只需要選擇對應的這兩個數值相乘 就可以把這個規定算出來了 不需要每一次都在那邊痛苦的微分 所以後面這一項是用Favor Pass算的 算法就是先從X開始 然後我會經過X我們會算Z1 Z1就會算出A1 然後以此類推 我們就會把所有的Z1 所有的ZL跟所有的AL全部算出來 對吧 所以不管L現在是多少 我全部都有 就是右邊這一項的數值 左邊這一項我們是用 Diota就是Backward Pass來算 我們要從最後面一路算回來 所以算的這樣子速度其實是有比較有效率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重複去計算已經有的Information 我們全部都從上一個時間點算出來的Diota來推 那我們全部算完之後 我們針對一個C對現在某一層的W要去做偏尾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從我們已經算出來的Backward跟Forward裡面的Tiota跟A 拿出對應的兩個數值相乘 是不是就已經算出來我們的歸點了 我就不需要像之前那樣痛苦的每一次在那邊痛苦的微分 然後看所有的Function然後怎麼用Train Raw怎麼算怎麼算 因為我們已經全部把Information已經reprocessing好了 所以每一次我們要計算一個參數它的歸點 我們只需要從這兩個Path裡面對應的那兩個Value乘起來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現在的歸點 所以這樣就變得非常有效率 你不需要Millions of information全部都要一一重新去計算 你現在全部只要跑過一次Forward一次Backward 剩下其他全部都只要相乘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New Network怎麼有效率去計算 它所有optimization的方法 這邊其實很重要 雖然不會叫你實際上在寫作業的時候不用擔心 要叫你去implement這個東西 因為這件事情就有點麻煩嘛 所以所有的Troket其實都幫你做好了這一塊 你其實只要call就是optimization的一些方式 它其實裡面都已經幫你寫好 它怎麼做快速的implement這一些Backward propagation 其實全部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來計算 這樣它才可以有效率的做到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自己像原本像手算一樣 你在程式裡面就算你用電腦去算 那你還是會非常的緩慢 所以一定是要用這樣子Troket的方式 你才能夠有效率的把比較多參數的情況下的 規定有效率的計算出來 好到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好那我們就收集20分鐘嗎 35分鐘回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